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眼界了解不同职业背后的故事 为你的专业选择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本期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硅谷HR在北京的创刊人 我们的张林老师 张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张林老师 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所有的行业都是有一个冲击的 叫人工智能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 你看就是我前一段 我就是上了一个节目叫求职高手 在我们那个求职高手的节目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就是当一个求职的人 坐在台上跟老板去谈薪资之前 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东西 对他继续评估 对对对对 就会分析这个人 他的强项弱项或者怎么样的 性格特点等等 您对他这种东西有所了解吗 现在这应用开始就越来越广泛 尤其是比如说在硅谷有很多这种出售公司 他其实就是在做这个招聘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比如说负责就是在网上先跟候选人聊聊天 然后还有就是说 用人工智能跟候选人 对对对聊天 对 这个那个Siri是差不多吗 就是大概就是跟他聊天对吧 对对对没错 比如说其实它是一个模型嘛 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可以跟你讲说我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呀 我这职位是在哪的呀 我这个职位大概的要求啊 然后你有什么简单的问题 他是可以回答的 对 那他不就是替代了很多我们刚开始说人资的一些工作 工作对对吧 对所以我们是紧张了一下 对然后他会对这个人有一个可能会自动生成一个报告 他可能不像说说我们人可能有些主观的 对吧 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可能说我是不是华人 我对华人友善的好感倾向吗 什么样的对吧 那这个或者说另外一个人对某一类的人可能有所偏见 或者倾向 或者对男生或者女生或者什么的民族什么有什么倾向 但是人工智能他完全不会有这样的倾向 他完全就是根据问题的回答来进行一个自动给你出这样一个东西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两个点啊 第一就是说他确实可以就是消除很多的偏见 这也是应用这个技术的一个初衷 对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第一他可能会非常准确的告诉你啊 根据历史数据 这个候选人有80%会来你的公司 他甚至可以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他可以告诉你说有75%的可能性 他在未来的五年可以做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级别 因为这个数据足够大以后他是可以做出这种预测的 对但是上下那20%上下那35% 那个才是到时候就是这个技术广泛应用以后 HR要做的事情 这是附加值的地方 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这个背后的代码怎么写 还是人写的 对吧 就是你怎么去消除这个偏见 其实是由他这个代码决定的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就是去年吧 就是MIT那个麻省理工学院 他在16年的时候 花了整两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全球的在线调查 然后呢他大概是搜集到了200多个国家 超过200万份的这种答案 他是讲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无人驾驶车 对他在一定要出车祸的情况下 一定要有人员这个伤亡的情况下 他撞谁 然后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有海量的这种场景 就是老人和小孩之间的选择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选择 这个车里的乘客和司机和车外的行人的选择 还有动物 动物对人和动物之间的选择 所以呢这个全球的这个调查结果回来之后 发现可能只有三点吧 是全球基本上可以打成一致的 就是人胜过动物 然后人多胜过人少 第三点应该是年幼的优于年长的 但是在每一个区域还不一样 尤其是在执行的时候 对 还真不太一样 我就曾经了解过一个 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交通事故 都是为了躲避动物 倒进车里的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对 所以但这个代码一旦形成之后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道德的角度去说 就按照刚才这三点来做 那你这个代码写好的话 它是改不了的吧 这个车它就是完美的执行你这个指令 所以就是说这个说的有点远啊 但是拉回到HR的角度 就是说它在招聘的过程中 它就要非常严格的去按照这种道德考量 去制定一些问题或者一些考量的方法 你看看这个领导人啊 他对于人才的认定和要求 跟这个代码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他可能会觉得说 什么样的人我可能会有所偏好 你代码说的那种偏好的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而我作为老板 我对于喜欢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看我最近在跑步 那可能我就觉得 那经常健身的人 或者每天跑步的人 可能是我现在比较看重的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这个事放在两年前 我可能就不这么想 但是两年以后呢 我可能就这样想 对 所以说的话 你如果说用一套代码 或者说以一个所谓人工智能的 RX产品去代替 所有老板的这个想法 可能大多数的老板是不一定认可的 他是这样 他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建议 对 比如说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可能 这个是你一个更好的候选人 那你就要做出最终的选择 但是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活人嘛 活人的RX 他会来问你说 老板你为什么非选这个跑步的 对吧 是不是你个人的偏好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配合 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广大一刹同行也 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但可能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吧 对 然后把一些基础性的事物可以甩出去 但是最后这个负价值很高的地方还是要就是保留 这个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对 所以说我觉得不光说你HR行业 包括说像我老师行业 就是说这个我们老师行业会不会被HR会不会被人工智能给期待 我就不具体说哪些公司了 他们现在正在主打 就是AI教学 而不是人来教学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什么 我想强调的是有些时候人在于这个沟通的时候 对于感情的流露也好 包括对于语气语态 对吧 包括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就是外 对吧 包括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一看这个人 我可能就很喜欢跟这个人接触 后来我一看这个人我就很讨厌这个人 我就根本就不可能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甚至有其他的一些积蓄的等等等等 所以说的话你像这种东西我觉得 AI你说它可能替代吗 我觉得真的可能说完全不宜能替代我们人类的工作 我觉得是肯定替代不了的 希望以后不要打脸 但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HR 其实它会搜集很多员工的信息 其实很多程度上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HR它是比员工的这个 比如说比他妈还要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你每天在公司的这个时间 然后你每天的这个活动 包括可能有一些公司会看说你上了什么网站 然后你的这个打卡的时间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他会去去构建一个模型 天哪不要连公司的无线网 否则你在网站是看什么东西 公司都有可能会做 你在公司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要看这个公司 它在搜集什么信息 比如说我原来这个就职的某家公司 它会去建构一个模型 来预测说某些哪些员工更有可能离职 对 这是基于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可能离家到公司的距离 第二就是说你在公司工作的时间长短 第三就是说你跟公司 因为那个科技公司一般是有这个股票分红的 就是你这个分红还剩多少 如果说马上就没有了 那有可能你更容易去考虑其他的机会 还有就是说你跟你老板的关系 然后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数据综合下来 他会给HR和老板一个表 说这个员工张老师可能有70%的 这个可能性 在未来6个月就要离职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考量一下说 值不值得留你一下 如果觉得值得 那我们就赶紧主动出击 然后提供一些更多的关怀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是AI没法取代的 但是它会给你一些基础的信息 辅助 对 辅助这个人的决策 对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想去报人类资源管理这个专业 或者想从事这个行当的话 当然提升自己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心 人工智能对于你们这个行当 对于你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因为就像我跟这位张老师 美女张老师所提到的很多东西 人工智能它是做不到我们人真人账 对 更细致的工作的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放心报考这个专业 好不好 咱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张老师的分享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AI 短调是 《予定性的知识》 可能你认为我年轻 但过两千年前 我已经是一部分 的古典的诡论 我曾经在 《金融的 robots》 Forged by Hephaestus